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职业是一名道具师 平常的工作不算复杂 主要就是给小成本的恐怖片准备和提供好所需要的各种道具 莉莉虽然无法说话 但这个身体上的缺陷并没有让她失去对生活的希望和信心 她的姐姐经常对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非常关心 这使她能够经常感受到来自亲近的温暖 也让她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在某一天的工作收工以后 莉莉突然想起还有一些道具遗落在了恐怖片的拍摄现场 为了重新处理好那些被遗落的恐怖片道具 莉莉果断返回了之前的拍摄现场 等到她差不多弄好自己要完成的工作时 却发现自己被繁琐在了拍摄现场 为了等人给她开门 她决定先打发打发时间 偷偷来到片场四处闲逛一番 莉莉无聊地逛来逛去 无意之中误闯了另一部影片的拍摄现场 这个拍摄现场正在拍摄一部琴瑟电影 莉莉津津有味地打算观赏一番 在她仔细看这部影片的拍摄时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就在她转眼的一瞬间 这部琴瑟电影的情节突然变成了恐怖剧情 电影中的女主角在进行拍摄时 被另一个人活生生地杀害了 这时候的凶手手里还拿着摄像机 真确地记录下了女主角被杀害的所有细节 莉莉感到非常害怕 她寻找机会报了警 警察接到她的报警后迅速赶到了现场 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搜寻和调查 然而琴瑟电影的相关工作人员早就做好了准备 也搭好了一切的掩护 导致警察对莉莉所报的案件调查几乎一无所获 凶手也对警察说莉莉只是工作太累了 或者她就是入袭太深 把他们剧情里的女主角被杀害当成真实的事件了 当然事情不会就这样简单结束 随着剧情的推移 凶手的真实身份也慢慢曝光 原来这个杀害琴瑟电影女主角的凶手是俄罗斯黑手党的其中一位成员 她通过拍摄打着电影噱头却是真实杀人的镜头 来满足一些特殊顾客的需要 黑手党凶手注意到了莉莉知道真相 所以当这件事渐渐平息 他们马上就开展了针对莉莉的杀戮行动 而唯一的目的就是将莉莉灭口以掩盖他们的罪行 天生说不了话的莉莉 只能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躲避黑手党的灭口行动 最终莉莉能否靠着自己的聪明和行动成功存活 她是否能向世人揭露这次恐怖事件的真相 这是这部惊悚片的精彩看脸所在 电影节奏紧张 导演脑洞也是开得很大 在一定程度上说 是当时那个时代一部比较经典的恐怖电影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如需获取所解说的电影资源 请微信搜索公众号夜晚三点半 回复电影名称即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